去年到现在差不多也快要一年了 这个周日现场节奏这个节目 一开始的时候本来就是好玩 说我们来弄一个现场好玩的节目 后来慢慢慢慢做 我们发现很多年轻的朋友他需要 他们越来越投入越来越参与 然后最主要人来了就给我们鼓励 然后我们就发现有点使命感 做这些事情应该要把它规划 然后让这些事情是环境里面 一个很重要的环节 后来慢慢的陶姐就去找很多的厂商谈 因为要钱做节目 哪个事情不要钱 后来有可口可乐愿意帮助这些事情 我们现在越做越精致 就是越专业 然后也发现到说 投入的人越来越多越来越支持 这些年轻的朋友 我有个感觉 这个环境里面少了很多东西 那么所以我们这样子做出一个东西来 好像大家都很需要 那我在想 其实因为这个有点受限制 这个电台的节目是大部分针对年轻的朋友 那其实像我这个年纪 三十几岁二十几岁的 很多就是当年在读书的时候喜欢音乐 那如果他们知道有这种节目的话 我相信他们也会来 所以唯一有点遗憾就是没有看到一些大朋友 比较疯狂一点 老朋友 对音乐比较疯狂一点的朋友来 然后我相信一定会吸引他们 然后看到说台湾以前 其实在二十年前很多团体 然后其中这十年十五年完全都没有 然后到这几年开始 慢慢慢慢 然后我们在做节目中间发现 哇那么多的团体 有些人不成熟 可是他们在拼 隔个半年隔个一年 他们进步很多 觉得这一点就感觉的很爽 就是年轻人很拼的感觉 很鼓励我 每一个月两次在台上这样弄 跑上跑下的 又要固执吃 又要做这个音响现场的控制 帮他们调音 比如说每次弄完都很累 可是我觉得很过瘾 每一次这些朋友都不肯走 然后又要再听再欣赏 那种情绪就是给我很大的鼓励 我想音乐这个东西 一直是跑不出我的身体 那不管我是自己做音乐 或者是帮别人做音乐 或者是在音乐的周围 或者在里边 对我出来都是蛮需要去做的 或者是对我来给大家做音乐